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每位风采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Chef Paul 今天Chef Paul来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来到我们第一期大厨到你家的嘉宾的家旅 我们现在走起去看看是谁的家旅 走 Hello Chef Paul 欢迎来到我的家 Hello 大家好 这是Chef Paul 这个是Chef Paul 今天非常感谢Chef Paul特地从马六甲上来 教我组织到我很喜欢吃的芋头扣肉 OK Chef Paul 对 我今天从马六甲带了蛮多的一些西粉材料上来 然后我们今天也特别特别选用了兰花牌的香料 你有用过兰花牌的香料吗 就是从小就已经看我的祖母在用 到我妈妈 然后到我现在我自己煮 然后我还是会用兰花牌 那我们来看看芋头扣肉这道菜的这个主要原材料 这边有芋头啦 就是这种长形的芋头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去猪肉店的时候 是一种比较高的猪肉店 你就刚才讲要Forkberry 副料呢 还有这些葱头仔 还有蒜米 最重要的盐细 红色的南乳 砂糖 最不能缺少的就是我们兰花牌的这个老抽 还有兰花牌的生抽 然后另外一个主角呢 就是我们兰花牌的这个磨碎的豆浆 像我想必你有用过 你也对它不陌生对吗 对对对 它有立桩 然后也有那个磨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用磨的 知道在选购芋头的时候有什么绝窍吗 不懂耶 我只是知道芋头有一些是圆的 对对对 有一些是椭圆形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长形 比较椭圆形一点的 嗯 一般在立秋以后 就是中秋节以后 都会是比较长大个的 要今天用来做芋头扣肉呢 就选这种比较大个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芋头 从上至下削皮 这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五花肉 一片凉凉宅宅的五花肉 然后把它皮的地方向下 放进去这个开水 这个烧水里面煮一煮它 那你会很奇怪 下来这么要煮这个五花肉哦 因为为了让这个扣肉成型 你必须先将这个五花肉定型以后 那么我们才可以上色去炸它 锅层里面大概是煮7到10分钟就OK了 你不是要它全熟 但是你要它的猪肉定型 哦 嗯 我们煮了一面皮向下的 下来呢 就要帮这个猪肉上色 我们今天就选用了 兰花牌的这个 上筛的这个晒油 或者是 或者是老抽 上色其实这个这个动作在 啊 广东菜也好 在客家菜也好 在福州菜 或者是福建菜里面 它其实就是将基本的黑酱油 然后融入到水里面 给它有一个均匀的颜色 上到去食物的表层 嗯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就要把这个煮了半熟的这个猪肉 放进这个调好的酱油水里面 还是一样皮向下 这样帮它massage一下 最重要呢 就是把这个猪肉上色 再拿一些多余的 插在肉的地方 皮让它向下 放置大概10分钟就OK了 一边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煮肉 这整片五花肉 皮向下的 放在这个油里面去炸 好的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就用这个 兰花牌的这个 磨豆酱 来做出 芋头扣肉的灵魂酱汁 除了兰花牌的这个 磨豆酱 我们还会用兰花牌的这个 特级生抽 首先我们把这个肉 粘进去这样子里面 然后我们再夹上一片芋头 然后 记得在扣芋头扣肉的同时 一定要确保它的皮部 是放在我们的碗底的 沾一沾 然后我们就 扣进去这个碗里面 如此类推 一层肉 一层芋头 一层肉 一层芋头 一层芋头 好 好的 那么今天节目的 尾声大厨到你家呢 Chef Paul已经代表 兰花牌 以及美味风采 把今天的纪念品 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Chuling 谢谢 谢谢兰花牌 谢谢美味风采 谢谢Chef Paul 谢谢 谢谢 我们开餐咯 快点咯 开饭咯 咯 谢谢 咯 咯 咯